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22号至24号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传承弘扬邓小平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革命风范 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 坚定自信厚执情怀潜心智学扎实工作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蔡奇指出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 要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明理论品质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在两个结合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牢牢把握坚持走自己的路的独立探索精神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以坚强意志和决心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 牢牢把握改革开放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牢牢把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持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牢牢把握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匡广战略思维 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牢牢把握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的强烈历史担当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李书磊主持会议